希望增加一個什麼呢 一個描述 比如說那個app檔名跟描述好圖示 也就是長得像這樣 這個是我就是做好上傳的結果 那如果說你們之前看到好像傳上去 奇怪這個都沒辦法描述 而且你改這個也沒辦法改 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今天希望改的漂亮一點的話 該怎麼做 首先的話第一件事情 請各位注意一下 你需要在你的那個網站上面 網站裡面 增加兩個東西 第一個就是你要在網站裡面 增加一個檔案 叫config.xml這個 那這個要怎麼產生 其實也非常簡單 你將來就是直接在你的網站裡面 假設這個是沒有的 剛剛這個是有的 你就是直接按右鍵 新增一個什麼呢 新增一個檔案 那個檔案你想說沒有xml的 沒關係 你可以新增一個文字檔 文字檔 不過這個文字檔按下去之後的話 它會出現什麼 它會出現是 什麼什麼點tst對不對 那你就把它改成什麼 config 把tst改成xml就可以了 也就是它的副檔名不要叫tst ok 這樣子的話呢把它點一下 它問你要不要變更 你就按下4就可以了 那目前當然這裡面是空的 所以呢 第二步的話我們按右鍵可以編輯它 那編輯它會叫氣勢本來開 那請各位 就直接拿什麼 拿我放在那個我們的 雲端上面106 App這邊裡面有一個叫做增加config xml 我這邊有幫各位加了一個範本 你就把這個範本有沒有 內容喔 從頭到尾到哪裡呢 到這邊 到到這邊 從頭到尾把它Ctrl C 然後呢接下來就Ctrl V 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裡面就OK了 不過特別注意 請你要改一下 OK首先的話呢 第一個 它的name叫什麼 比如說假設啦 我是用英文 其實這邊可以用中文沒有關係 所以這邊的話呢叫 就是name 就是它這個app的名稱叫什麼 也許叫做什麼呢 Levi 把它改一下 Levi app 這樣子這邊可以 然後呢 這個description這邊的話呢 你就是打一些內容吧 當然如果說太少的話 你不如就自己再打一下 因為我這邊 不知道要打什麼啦 反正你就是敘述一下 你這個app裡面的內容是什麼 比如說包含什麼呢 這個李白的相關的 相關的事蹟 包含什麼 包含他的這些東西 所以我就把這裡面有的 乾脆直接拿 抄這邊的好了 把這邊的內容把它抄過去就可以 這幾個 然後把這個 貼上會不會 對就這個 李白簡介 也許包含 他的什麼生平 他的作品 他的什麼 等等啦 反正就是加一些 相關說明就對了 與 這個 OK 就是敘述一下 再來的話就是 這個 那個 Orser的 相關的 超連結 這個當然是我的網站 你可以 改一下 你不要 每個人都是 點到我的網站 還有你的email 信箱 改成你的email 信箱 這是我的email信箱 然後呢 再來後面 到底你作者是誰 你不要也有保留吳老師 那每個人都是我做的 OK 這個請你打你自己的名字 OK 然後這個都不用改 再來的話有一個地方一定要改 哪個地方呢 叫icon icon SRC就是來源 Source 然後呢 這邊的話我需要有一個什麼 reapp.png 特別注意喔 這個檔 請特別注意一下 目前在我的目錄裡面有沒有這個檔 有耶 這個是我做出來的 不過特別注意喔 大小寫還是 名稱不同 好吧 先刪掉好了 我重做一下 刪掉一下 理論上應該是沒有啦 不過你要把它變出來喔 那這個要怎麼把這個png app這個 做出來 這個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少這個的話 將來上傳 到那個phone gap 它會產生錯誤喔 就會失敗喔 那我要怎麼樣 把這個產生呢 首先第1個 這邊其他應該都不用改了 主要是這個 一定要加 那這個名稱的話 那這個名稱的話 我待會把它記一下 那如何產生這張圖呢 這個就是將來你要裝在手機上面那個小icon 還有呢 還有呢上傳之後的這個icon 那這個icon喔 基本上呢 我給它的尺寸是這樣 這邊 它是一個正方形 它是72乘72 像素喔 那你要怎麼去做 這張圖喔 其實當然你可以用photoshop 不過如果你手邊沒有photoshop的話 我用這張圖來改好了 它現在的尺寸 你看它1140乘700 太大張了對不對 所以呢我如果要變出這一張的話 基本上 我要把這一張 改成一張小說圖 如果你手邊沒有 那個photoshop的話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喔 你可以用什麼 附屬用程式裡面喔 其實 可以用小畫家 或者是撿取工具都可以 那如果用小畫家的話 第一個小畫家 第二個的話你把這張圖拖拉過來 放開 它就幫你打開了 再來的話你可以調整大小 用百分比好了 他現在是 大概調 如果72乘72的話 大概 水平大概給他 10 10 10的話就是 114 70太小了 大概11 大概這麼大 大概 我要調 大概72乘72啦 可是呢 因為它這張是長方形 你如果要 把它調成正方形的話 你可以先給個大概的數值 然後再利用什麼呢 這邊可以再把它放大一下 這邊可以再把它放大一下 其實好像放大是 Ctrl加 哪裡 這邊嗎 這邊有 說 這邊有一個 這邊也有啦 OK 好 然後呢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呢 可以用選取工具 把這個大小 大概幫我選 大概就是72 乘72 如果太大了嗎 你看72 這個再調一下 怎麼看呢 其實各位可以看一下 下方有沒有 這邊有像素嘛 你大概就把它調成72乘72的像素 大概選一下 大概就可以了 這個 這樣子選 現在 現在高 這樣有了 寬 72 這樣子 好 那就把它再做什麼 有沒有 特別注意要 要多一點點 72 再 再超過一點點 調一下 72 72乘 有沒有 72乘72 對不對 然後做什麼 做裁剪 就這一張 把它怎麼樣 另存新檔 存成 PNG檔 特別注意 另存新檔之後的話 存成PNG 然後把它放到哪裡呢 放到我們網站的根目屋就OK了 特別注意 這個 那我就把它放桌面上 我剛剛的那個 理App 然後 這個檔名 不過我是建議 盡量 檔名就跟這個一模一樣 所以我建議你用複製的 應該打錯一個字 大小寫 我不確定有沒有分 有沒有不一樣 不過還是盡量 用 如果你是大寫 小寫就大寫 小寫就小寫 不要避免 盡量避免就是說 那小問題發生的錯誤 好 存檔 OK 好 這樣的話把它關閉了 應該可以看懂我的意思 所以我再把小畫家怎麼做 一拖拉過來 二呢 用調整大小 我是把它改成11 然後再利用什麼 利用選舉工具 把它選一個72乘72的大小 這邊你可以放大嗎 然後再把它另存成什麼 PNG 檔名就符合什麼 符合 我在那個 Config裡面的這個名稱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大功告成了 OK 特別注意 Config 應該可以知道我在說什麼 名稱改一下 迅速改一下 小縮圖改一下 並且增加小縮圖 好了之後的話呢 再來 我們就把它什麼 儲存 儲存一下 好 已經有了 再來的話呢 我們有顏色了 也有config.xml 剩下來的話 就是怎麼樣 把它壓縮起來 壓縮 這個應該沒問題 這個跟前面做法一模一樣 好丟進來了 那再來我先再次好了 因為剛剛也有了 我再確認一下 按右鍵壓縮到日壓一批 剩下來的話呢 就是怎麼樣 再把這個舊的刪掉 刪掉還記得吧 Settings 這個刪一下 因為它免費只有一個 所以我把它刪除 重新整理 然後再來的話 upload它 upload我放桌面上 所以把這個 剛剛的這個app 拿上去 它因為會偵測到什麼 偵測到那個 就是 嘿 它就出現這個 config的檔有問題 它裡面 好像是裡面只要有一點點錯誤 它就會發生錯誤 我再編輯一下 不要連什麼 不要連網站 就是作者的地方 支留email 是不是這個 這個是 看一下我再確認一下 這個 這個 編輯 如果沒有你就把它空白沒關係啦 就是不要放沒關係 裡面我看其他 有沒有要改的地方 App Name 難道也是不能用 Name的部分 好像這個名稱也不行 對我改改看好了 理論上也許 這個地方我為什麼用之前用英文 也許是不是也是一樣 Name 它不允許 這個英文 這個再看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請各位先參考一下那個 我放在 雲端 106 裡面有一個增加 config.xml 這個部分 主要就是 後來我就把它再更新一下 就OK了 而且我發現中文名稱也可以 也就是說剛剛 這個config 這個地方 這個 config.xml 編輯它的時候 這裡面放中文也沒有關係 那其他的話可能會造成錯誤的話 最主要就是這個名稱 這個檔名你一定要有 也就是我是用那個 記事本來做的 OK所以待會你第一步就是 先在這邊新增一個config.xml 2的話把它貼上去 這一段的話在雲端上有 再來做修改 改的話當然就是我剛剛講這個名稱改 敘述改一下 那如果說你 這是你 你就把你的名字改一下 然後如果你沒有網站的話你可以 把這個刪掉 但是記得要留雙銀號 雙銀號留下來 你不能雙銀號把它刪掉 它的規則就不對了 那email打一下 這樣OK 或者你剛剛留下來好了 先不要改好了 比較安全一些 另外這個地方一定要改 其他 大概就 不要去動它 然後呢你就直接把它 關起來存檔 儲存一下 這樣就OK了 先不要存 OK 這個檔 應該 如果我說你不用記事本 你不用那個小畫家 其實你用別的方法也可以 像這個撿 撿取工具應該也可以吧 那比如說怎麼撿 第一個的話就是你要先找一張圖給他撿 所以你可以先把這一張打開有沒有 然後把它縮小一點點 縮小 這邊有沒有 放大縮小 你可以把它縮小一點點 不過他好像 那你在利用什麼利用那個撿取工具 也可以這個也可以撿 撿完之後也可以再做編輯 這樣選 選這邊有沒有 選完之後 他是不是裡面有一個 放大縮小的功能 這個沒有 這個不行 這個不行 所以你可以找一下其他工具 好像目前 內建的應該是小畫家 所以小畫家的話 那我把那個細部 動作再做一遍 一 先把大張的有沒有 拖拉進來 放開 其實或者你用開啟檔案也可以 第二個的話我是調整大小 OK應該 OK嘛 然後把它改成 算一下 因為我要 72嘛 所以 大概就是11啦 百分比 按確定 把它稍微放大一下 然後再利用選舉工具 選多大呢 選大概就是 72乘72 那我怎麼知道72乘72多少 請各位看下方 下方 有沒有 對要很準對不對 放開 剛剛好 再把它什麼 裁剪 這樣應該沒問題吧 好 因為當然你也可以用 小那個 Photoshop 不過 以這一題來看 真的用 Photoshop真的殺雞用牛刀 不需要啦 這個其實 只要用小畫膠就可以搞定了 裁剪一下 再存檔 就OK了 不過我同意說怎麼這麼小 當然一定要72像素 其實是非常小的 因為我們其實只要一個小圖示啦 我們又不是大張圖 所以不需要那麼大的解析度 好 做完之後 再來就是把它壓說 丟上去之後 Ready to bill 理論上應該 他就會怎麼樣 幫我把小縮圖放進來 把敘述放進來 把該放的放進來 這個時候呢 小綠人也OK了 所以如果你把它裝在你手機裡面的話 那那個App 就會是 這個小縮圖喔 在你的App裡面喔 OK 這感覺就跟之前不一樣 之前的 那個部分的話 他沒有那個小圖示 看起來就是 好像有一點 不專業的感覺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如果你是一個 李白這時候 我們把它裝起來 感覺起來 突然之間 就相對的變比較專業了 而且裡面還有敘述喔 還有是哪個作者 OK 就是你喔 所以呢 請各位試一下 那也把它裝起來 理論上應該 這個App的感覺 就真的是不一樣 請各位試一下 應該沒問題吧 來吧 畫面呢在 有沒有這個地方 有沒有問題 沒有吧 OK 可以嗎 好把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好